在我没来延安的时候,我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 以为中国的救星还没有出世 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 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1940年,陈家庚首次访问延安 毛主席亲自设宴款待 然而如此重要的会客,主席却只上了三道菜 令陈家庚不禁感到疑惑 可接下来,毛主席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 让陈家庚大呼不可思议 直言国民党败局已定 为何接待如此重要的人物 主席竟只让准备三道菜 毛主席最后又做了什么 让陈家庚反应如此剧烈 1940年5月31日,陈家庚不远千里来到延安 当毛主席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吩咐工作人员准备晚宴 然而彼时,我党并没有太多资金 就连餐桌都是旧的 上面还有不少磨损的地方 工作人员说道 这是根据地最新的桌子了 但毛主席并没有在意 反而随意拿来四张白纸盖到上面 就这么充当桌布 笑着说道 咱们就是这样的条件 没办法 只能委屈一下陈先生了 当陈家庚来到我军根据地后 看到破败的窑洞 不仅心生感慨 原来共产党的居住环境竟然是这样 此时毛主席等一众领导 也来到院外亲自迎接 二人交谈中得知 陈家庚刚在重庆见过蒋介石 这次前来正是要与毛主席谈一下 国共双方发展的事情 但毛主席对此却并没有展现出多大兴趣 反而转移话题说道 今天的晚宴是特地给他准备的 平日里可没有这么好的伙食 随即陈家庚被领到了餐桌前 可谁曾想 主席口中上等的伙食 竟然只有三道菜 一盘白菜 一碗咸米饭 一只白斩鸡 看到这儿 陈家庚不禁愣住了 他并不是觉得这些饭太过低端 而是感慨 我军待遇这么落后的情况下 竟然能够和国民党对抗如此之久 主席健壮 也明白陈家庚所想 随即解释 我们没有钱买鸡 是隔壁大娘听说有一位大官要来 特地将这只鸡送过来 就连他儿子生病都没舍得杀 听到这话 陈家庚久久不能平静 简单地吃完饭后 便在主席的安排下前去休息 随后的九天时间里 陈家庚深入地了解了我党的情况 并考察了延安当地的百姓生活 其中最让他不解的是 为何这座城里 看不到一个乞丐和妓女 所有百姓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为什么我党能够和百姓相处得如此融洽 这些问题 陈家庚一开始都没有答案 直到一次会议上 毛主席的一个举动才让他明了 我在重庆的时候 蒋委员长要宴请我们 南洋华侨 回国为劳时差 我一听说 要花八万 立刻就拒绝 所以设意见 我看到了一个事实 中国出了救星 胜利有了保障 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 1940年 陈家庚首次访问延安 毛主席亲自设宴款待 然而如此重要的会客 主席却只上了三道菜 令陈家庚不禁感到疑惑 可接下来 毛主席的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 让陈家庚大呼不可思议 直言国民党败局已定 在陈家庚后来的回忆中说到 在1940年抵达延安之前 他对中国的前途无比悲观 还以为救星尚在读书或者还没出生 可谁曾想来到延安后才知晓 中国的救星已经45岁 甚至已经为我国做了不少大事 他就是毛泽东 在这次延安之旅中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在毛主席开会时 司令部几乎所有人都参与 一时间摇动人满为患 所有座位都有人坐着 可在会议即将开始时 一个迟到的秦武兵进来发现 没有自己的位置 正准备站着听时 毛主席拍了拍自己的长凳 让秦武兵和自己坐在了一起 并主动往旁边挪了挪 只为了让秦武兵坐着舒服点 这一幕让陈家庚感叹 着实不可思议 试问全世界各国的领袖 谁能够坐到和一个普通士兵没有隔阂 还有一次 则是毛主席接见另外一位客人 但彼时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 由于烟瘾很大 几乎整个窑洞内都是烟雾 但看到客人进来 主席立马将嘴里的半根烟灭掉 在与客人交谈完之后 感觉浪费了 太可惜 又将仅剩的一节烟拿起点上 狠狠作了两口 陈家庚这一次的延安之行 将之前的所有信念整个颠覆 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党领导的地区没有杂税 第二领导人连结 薪资和一般干部士兵差距微小 彼时毛主席一个月工资才五元 而国军将领各种贪污受贿情况严重 第三百姓安居乐业 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 第四治安良好 尽管大街上没有战事徐罗 可依旧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等事件 而这些印象让陈家庚对我党也改变看法 甚至原本想要示好国民党的想法 也就此烟消云散 决定开始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 直到多年后 陈家庚再次回忆起这次延安之旅 表示当初在与毛主席接触后 就已经想象到国民党大势已去 肯定不可能敌得过共产党 然而这句话却令人着实不解 为何陈家庚敢如此笃定 1940年 陈家庚首次访问延安 毛主席亲自设宴款待 然而如此重要的会客 毛主席却只上了三道菜 令陈家庚不禁感到疑惑 可接下来 毛主席的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 让陈家庚大呼不可思议 直言国民党败局已定 1874年 陈家庚出生于福建一户普通家庭 直到17岁时 孤身一人来到新加坡创业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商界大亨 坐拥1200多万资产 可尽管陈家庚身处南洋 但依旧关注着国内局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为了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家庚每个月都会向国内捐款捐物 三年时间总共捐赠了上亿国币 物资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在1938年提交了一份提案 大大振奋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然而陈家庚并不了解的是 国内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事情 只有流传出来的一些言语 让他感觉不太对劲 随即决定亲自回国 面见两个组织的领导人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 深知陈家庚的影响力 对这次访问极其重视 特地花了8万元经费 举办了一系列大小宴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陈家庚却对此极为反感 毕竟我国抗战正处于紧张阶段 如此铺张浪费 让陈家庚感到不满 随即发表通知 要求接待一切从简 切勿在关键时刻浪费财力 可尽管如此 陈家庚在重庆的这段时间 依旧被迫参加了不少宴会 甚至发现国军不少将领 住的都是高档别墅 吃的也都是奢华西餐 这让陈家庚十分失望 仅仅几天的时间 他便对国家前景担忧起来 有蒋介石这样的领导 怎么可能令中国复兴 随即决定前往延安 会面共产党领导 也就是毛主席 听到陈家庚要走的消息 蒋介石极力劝阻 但并没有成功 然而在陈家庚 见到共产党的情况后 才发现 自己果然了解的太过片面 经过仔细的考察后 陈家庚得出自己的结论 蒋介石必败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果不其然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解放战争 我军一路高歌猛进 将国民党反动派 打得节节败退 最终顺利建立新中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